教育局局长 这个开关突然使得我们对于 警察和法律和就业之间的关联 有一些深刻的认识 因为要抓人就会有人有犯弃 我们现行的这些性法的语 都是恶法的 而且现在目前这些性恶法 真的很恶劣 我这样讲是有凭据的 我先举一个例子 现在你知道很多的网络的 网站的经营者 都会提供一些免费的网络空间给大家 有5Mega 10Mega等等 但是现在的信赫法它说 如果这些网页有色情的内容 那么这些网站的经营者 也必须服法律上的责任 你们各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简单的说 就是说 性压迫者跟国家 想要把他们要自己要做 应该做的肮脏的工作 筷子手的工作 丢给民间的网站经营者去做 因为你们各位要想想 网络世界很大 国家其实很难一一的去检查 这个人民做了什么事情 所以这个性压迫法 它就搞了一个连做法 就是说 网络的经营者 他也要连带负责任 那这是很恶劣的件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网络的经营者 他怕 为了怕惹麻烦出发 他呢就一定要替国家来自己做进行言论检查 也就是 基本上就是人民在检查人民自己的言论 要人民自己封杀自己 自己查定自己 那么这个网络业子 他当然会采取更严格的 这个检查标准 替国家再把关 你们现在也可以听说 好像说有一个改了一个新的 所谓的猥亵的办法 就是说 可以露出三点 如果说你是有艺术的目的 有政治的目的 什么可以露三点 但是呢 这个 网络业者呢 他就变成自己呢 要去判断 到底这个东西是艺术呢 还是色情 你想想他们能干这种事吗 那你的网页如果现在被封杀 你向国家抗议还没有用 为什么呢 因为国家他说 不是我给你封杀的 不是我要网络的 跟他的 所以现在的性恶法 他基本上是用法律 他的法律本身来戒刀杀人 来替国家谐制言论 来替国家做警察官 替国家在各处保持戒严 这是非常恶劣的事情 我自己有一次在BBS上的经验 就是这样 我也是贴了一个东西 我就说 未成年人应该常常去信教 OK 随便写写吧 BBS上面把你秘密 这个我这个在讲很紧张 当然我这样讲夸张点 当然还有点Argony 这样讲 他就马上说 为了保护网友啊 保护本站啊 什么什么 就把他就把我这些网信给取消 你看小小BBS的东西 都让人那么紧张 所以这个新的法 确实在我们系里面 创造出了一个 新的经验 那么像这个 你们也知道 教育部教科大学 不可以去搞这个色情啊 异业情 然后呢 就鸡飞狗跳 我想你们大家都知道 而且他们常常采取非常严格的东西 对不对 变成连征友 某种 你不是说 我不是征业 就是征什么 一起来讨论性知识的朋友啊 所以基本上 这个性压迫的国家 他的检查工作就发包给一些自院的新加坡者 或者非自院的民间单位来执行 这个性恶法 基本上 他认为网站中的个人网页的色情内容违法 这个是要坐牢的 那当然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 这个东西就是你的网页 这个东西是一个公共的工业 是一个公共的论坛 对不对 这很明显 就是说 你在你自己网页上 你写这个东西 或者贴这个色情图 你为什么要坐牢呢 一定说 假定这个东西是公共的 但是问题是 它既然是公共的 所以你们小心 因为以后 你们家里面可能每个人家里面都接了那个 Cable 都是宽品 都上网 你在家里面 我想说 这是我自己的电脑 我自己的家 把我的 这个裸体罩 放到上面去 这我家 我在我这家脱衣服都不行吗 不行 OK 这不是你家了 已经是公共空间 但是你在公共空间里 你却完全没有 自由言论自由的保障 OK 因为这个法 它只是告诉你说 网站可以封杀你的网页 它没有任何 东西来救济 这个网站如果滥权的话 怎么办 因为网站它就是说 这是我们私人经营的 我们这个给你五妹 好 那你 我不要你塞上去 不要在上面 所以 它就可以有权利去封杀你 其他各种言论 不管你是搞 一定是搞色情 你可能搞很尖锐的东西 很精神害羞的东西 很表现你个人的东西 网站也有权利封杀你 为什么 因为它本来它就有权 封杀你色情 那它当然也有权 封杀你别的东西 所以那么 所谓的人民的言论自由在哪里 所以我想说 今天我们即使赞成 管制色情 或者甚至赞成禁止色情的人 都会同意 如果一个性的法律 为了禁止色情 结果把所有人的表达自由 都一起抹杀了 那这个法律 真的是一个性的法律 下面我要再指出来 法律 都常常不是中立的 法律常常成为一些压迫的工具 比如说法律 曾经是性别压迫的工具 宗教压迫的工具 政治压迫的工具 文化种族压迫的工具 那今天呢 法律也是性压迫的工具 法律在性方面 这个事情不是中立 很明显就是像 同性恋迫的工具 它从来没有法律的认可 我们这个法律 对于色情的管制 从民国实情 从猥亵的定义 开始就存在了一种论述 这个论述它基本上说 什么是色情呢 或什么是猥亵呢 就是刺激或是满足性欲 以及引起普通一般人羞耻或厌恶 这样的说 基本上核心是这个东西 然后慢慢在演变 好 你看首先这个法律 它认为说 刺激或满足性欲 不是好事情 提供人员性幻想材料 不是好事情 但它的背后 其实它的思维就是说 性本恶 性基本上不是好事情 不是值得推广 让人人都很公开 很普遍享受事情 所以刺激 它满足性欲 就不是好事 所以这其实说明了 管制性的法律 基本上是假定 性本恶的一种法律 一种性恶法律 好 不过呢 如果说你认为说 这性恶法 基本上只是在压抑你的性欲 那你错了 性恶法整个的权力操作 它还要帮忙 间接的刺激的性欲 我这个 我上个礼拜我在香港 参加一个管制设计 中间有一个香港文化评论 南文道 他有提到一个东西 他在讲管文化 我没听太懂 但是我猜他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现在来讲一讲 他就说 他们在香港的管制设计管 就是讲管三点 就是三点不漏 当然有问题就是这样子了 露三点就色情 是不是只有三点 才会刺激性欲呢 显然不止吧 第二个呢 三点是不是就必然 会刺激你的性欲呢 那也未必 为什么呢 很多的天体分子 就是喜欢 脱光一盒的天体分子 他们都说在天体 那个环境待久了以后 他根本不会觉得 这个三点有什么性欲 事实上在全世界的天体营里面 天体海滩也好 他们都有一个很严格的规定 这严格规定是什么呢 就是你不可以用东西 去遮掩那个三点 为什么 因为他们认为 那个反而会引发性欲 所以法律上强调的一个三点 马赛克还用很多方法 去遮掩三点 其实是在把这个三点 色情化 情欲化 在装饰这个三点 在用遮掩三点来调逗性欲 来维持大家对这三点的兴趣 强化这三点的性欲 所以不准刺激性欲的法律 其实在帮忙维持 性欲刺激强度的法律 那我以前在别厂 都有提过这一点的时候 有人说 那我们应该是不是 感谢这种性恶吧 应该感谢色情检查 因为这样才使我们维持了 对特定三点的性欲 才使性有了永远的神秘感 近几秒 但是为了维持中产阶级 这种欲修 欲遮还修的情调 有人会因此去坐牢 性人权被否定 这是何等的代价 应该让喜欢说这种 风量化人自己去提供代价 在牢房里在丢掉工作 被开除被公众羞辱状态下 去维持他自己的性欲的情调 那我刚才提到说 性法律常见论述 除了说这个色情会 唯涉是刺激会买入性欲之外 还提到说色情会引起 普通一般人的羞耻或厌恶感 那同样的 这个禁止引发人们羞耻 厌恶感的法律 也其实是帮忙维持人们 对色情 对楼落身体 继续保持羞耻恶感的法律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对于色情的 这种羞耻恶感的 一部分的起源 正是来自我们看到 我们不应该看到的社会禁忌 或者看到一个被法律所禁忌的事情 所以这也就是说 整个我说性恶法的不中立性 不但是因为它是性压迫的工具 因为它不但是因为它假定了性本恶 而且它还帮忙继续制造 和维持人们不断违法的欲望 因为唯有如此性压迫 才能够继续下去 才能永远存在的这个被压迫的性 当前的性恶法 还有一个很荒谬的规定 就是说你的网页即使没有任何的 这个色情图片和文字 但是只要有提供连接 这个连接就可以连接到色情网页 那么你也是犯罪 这个目的就是要 进行性资讯的流通 这个法律在很多方面 有很多碍于不清的地方 比如说你常常有那种网路指引 就是所谓的Internet Yellow Page 就像电话铺一样的东西 用光碟什么的 或者是类似的搜索引擎 它们其实也可以提供网路的 这个色情连接 就告诉我这边有一个天气 那这个单单不是违法的吗 我想大概也是 大家问题在这个新恶法 基本上就是选择性资法 所以你今天在网路上 你会告诉别人说 我看到一个更好的色情网站 它们都行不 这个也是违法的 只是人家懒得抓你 那还有很多人呢 他把色情网页放在国外的网站 但是现在这个也会被抓 那从历史上来看 这是很有趣的一个发展 为什么呢 你们可能都太年轻了 以前在台湾没有录影机的时代 在台湾是看不到A片 你要看A片 你要到三重去看插片 你不懂 都放正常电影 不然可以插个三分钟 那个色情片 反正你很难看到色情相关场地 当时有幸出国的人 他第一件大事 一出国就是什么 一头钻进那个美国的色情电影院 还有色情书刊店 比如说一般的人 就是出国 我们现在出国去沙町去看大峡谷 以前不是这样子 以前就是到人家的色情电影院去 情绪商店 顺便一提 就是那种美国电影院 现在很少看到 因为都没落了 现在没有了 因为大家有录影机了 那当时台湾的人就觉得说 哇 国外真自由 而且呢 我出国看一天 台湾拿我没办法 但是今天天下若比明的时代到了 当Internet把全世界连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反而已经没有这个出国看色情的自由了 你说怪不怪 我们现在到国外 我们说 这个因为国外的网站 你把你网站色情嫁到国外 这也是一发 就连在家里看 就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那像我们知道今天有童晚节 那有些基督徒团体 他指责台北市政府 这个童晚节浪费人民的工厂 来推房同性电 但是我觉得真正浪费工厂 就是国家的网络的色情警察 他们费了很大力气 用了很多昂贵的色彩和人力 来追踪 你网站设在国外 他要追踪回来 看到底谁在投内告 你们要知道说 台湾有个东西叫 呱呱乐 这个集团 诈骗集团 就是很多诈集团 我住在乡下 所以我一天到晚 收到那个东西 就是告诉 而且什么都有说 有的是读书的东西 就是说 有的是什么书卷奖 有的是呱呱乐 有的是读书 什么名目都有就对了 那都是基本上是骗你的 OK 这个东西 骗了好几亿 你知道 就是说他们有造 就是被抓到的歹徒 他把钱拿去给小孩子 当玩具钞票玩 赚得非常非常多 但你今天去问警察说 他们可不可以抓得到 警察说没办法 说对不起 抓不到 我相信不是抓不到 OK 只是说他们没有 对付那样的 对付Internet 这样的设备 这样的心理 警察完全束手无策 我因为天天收到这个 所以我在 我在我们 信息的相关网 一个网站叫 台湾色情新闻 我也设立一个网站 上面就把这挂挂的 电话号码都放在上面 就是说 叫大家去 是你们要去抵制 这个诈骗警察 你就打电话去嘛 去电话性骚扰 性心态嘛 电话就要 打电话去嘛 OK 这是那很容易的嘛 可是警察就说 对不起 我们每年这样 一天到晚有人被骗 他没办法 OK 还有更可笑的是什么呢 今天连色情网页的 制作者他也没法 我刚刚看 有一位朋友 他有来 申请文字给工作 来设计网页 OK 你们导顾问要小心 你们设计网页要小心 你们现在来我们性别的地方 就特别要小心 为什么 你不要说 我今天设计网页 然后没事 对不对 出问题 这个 这个性别老师会被抓到 没有 做那网页人要被抓的 OK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法律 OK 大家小心 所以网页不能都随便设计 所有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些判例 它根据的都是这些性恶法 刚刚静怡也讲 还有刑法 那这些案例呢 其实我觉得很多 你看一看 都是在一些 某个地方法院 碰上一个那种 头脑不清的 或者心态保守的那种法官 法律在判决的时候 才知道 就是说 跟法官的保守 不保守的很有关系 但有个判决书 你一看 就很像那种官方 性教育的那种文宣一样 然后说拿着东西不利 青少年啊 不怪你 然后呢 或者在碰上一个 想要贯彻丧情 那种交代下来 那种扫黄的那种精神 那种要杀起警察官 OK 然后有的时候呢 被告他有没有很好的律师 这个我们办这个会以前 我们曾经跟这个邱律师谈过 我请邱律师再介绍 一个律师来 精通这个题目的律师来谈一谈 邱律师觉得说 这方面人权律师 他还想不到 就是台湾人的悲哀 就是这样 OK 所以我想说 首先我想这些网页的经营者 网站经营者 他们要团结起来 联合起来来 支持一个保障网路自由的法律 部门和援助这样一个设立 这样一个机构 一个东西 进行对于各种 破坏网路自由的新恶法的取义 对于新恶法 我们不但要挑战 我们还要导弹 我们要跳脱那种说 我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违法的这种白色恐怖的受害心理 因为我们没有理由生活在恐惧中 生活在法律阴影下 因为这是我们的基本人权 我们要抵抗新恶法 我们要去捉弄这些性警察 他必须说 他常常设立很多检举 我们当然就去检举 就是给他写很多乱七八糟的检举 他现在说色情图片 有政治艺术的目的 是可以的 那我们当然就要有很多政治性的曝光 缺乏灵感的提供到我们的网站来慢慢看 很多 我就再提一点 很多架式的网站 基本上都被描写成是唯利是图的商人 其实我认为绝非如此 干这一行的人 当然是什么样的人都有 什么样的动机都有 但是我想多少也有一些反抗新加坡的心理 他有一句我所认识的一个网站的时候 他说他对这个有兴趣 就像我也很想架次的网站 只是我没时间而已 前阵子有一个台湾通知网站被取义的 他像海外的 零四世纪的免费网页 然后提供色情连接 然后放着上线子那种 蓝蓝图在上面 结果他被抓 这个是大学生 姓黄 结果他被抓 他是可怜 因为他不但被抓 还被指问说 你是不是同性恋 那请问他能说什么 他就说 我不是同性恋 所以有一天我相信 历史会回顾我们今天这些作为 看到我们这些事情 他会看到人类的野蛮 就是竟然要取缔这种性幻想 人类的性幻想 其实他也被取缔 他也会看到我们人类的财人的暴力 因为竟然会把 和自己有不同道德观的人 关进监牢 他也会看到人类对自己身体的厌恶 对自己性功能不能容忍 还面对 这个时候 对于这些在黑暗时代里面 仍然勇于提供我们色情资源的 这个烈士的英雄和英词 因为有英词是因为 光滑商场 所以光滑商场 你什么忘记了 有两个人 也是放着色情 然后被抓的 我们要浮上最大的这个敬意 为什么呢 这些人其实很多人 有很丰富的电脑知识 以他们的专材技术 要轻松赚钱 去服务这个信价货社会 是很亲而易举的事情 他们可以做一个很黑心的网络 过滤色情防火墙的技术系 或者做个很新的 妖威亚这个抓罢仔 或者是色情言论的检察官 他们也可以获得色情的美名 得到主流权贵的技术 非狂腾达职可待 就像现在某一些 以保护您在压榨 青少年儿童的公益团体一样 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 他们这些色情网站的负责人 默默在各个角落里 为了儿童青少年的欢愉 付出心力 让他们在成人的压抑 规训下有个喘息的所在 但是我们不要让这些色情英雄 太孤独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帮助他们 来打败体制 从今天开始 在我们每个人的网站里面 贴上几张色情图片 放几部色情电影 转带几个色情故事 连接几个色情网站 让色情无所不在 让所有的网络都是色情 那么一场真正的 拼命性革命就会发生 网络的公民权 性权就会彻底的实现 一切进度以恶法 国家暴力 暴力 监察 恐吓解雇 污名抹黑 管制手段来遏制 自由民主的独裁同志 就会终结 色情英雄 永垂不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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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ill try to follow that speech, although it will not be easy. I have exper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fighting attempts to censor sexual speech, and so it's a great honor for me to be here tonight, to be invited to speak to you and talk with you about the efforts here to fight censorship and to fight these efforts at suppression. I thought that what I would do would be to talk a little bit about my experience in arguing among women and among feminists over these issues, becaus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move to censor the internet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protecting children grew directly out of a previous campaign to so-called to protect women from the harm of sex.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again.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女性主义成了这些言论管制最重要的弹药库 就从这里提供了一些合理的分析 来进行这种保护的措施 所以今天她要来就这个话题 来谈一谈她在美国的辩论经验 在美国的辩论经验 也有很多人在美国的辩论 在美国的辩论经验 因为这些人的试图 在美国的辩论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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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很多人在美国的辩论经验 人们在美国的辩论经验 人们在美国的辩论经验 也有很多人在美国的辩论经验 也有很多人在美国的辩论经验 之前有很多人在美国的辩论经验 而终于用了解 人们的辩论经验 为为了解读性的辩论经验 而论经验 我們都能夠用很正常的分析 在決定女性最優秀的女性 和什麼傷害女性 最後,美女在美國決定 他們能做更好的工作 決定對她們最優秀的 比他們最優秀更好 在美國一開始對抗色情的時候 對美國女人來講 那是一個蠻混亂的年代 因為一開始在談色情 談這個色情所包含的意識形態的時候 不但有女性主義者表示很強烈的興趣 那美國所有的大家常常見到的 一些傳統的保守的宗教的右派的團體 也都通通加入了這個 保衛清純的論壇之類的這種說法 所以當時的時候 就一團人在那邊 大家好像都在講同樣的話 那女性主義也經過了很長久的辯論 很長久的討論 很長久的這種分析 才弄清楚這個保守主義所佔的這個立場 其實是不可行的 那這一方面的話 他們也開始認識到說 用保護作為藉口是有問題的 其中在辯論過程當中 也有很多的說法出來 就是跟剛才劉盡遺憾討論過 極的東西是一樣的 用同樣的論證 然後來釐清女性主義立場 跟保守的立場之間確實有差異 不能用保護之名來進行言論檢查 因為我常常這個保護之名 就創造出來一個條件 那這個條件環境當中 法官可以任意來決定 什麼是對你最好的 法官來決定 什麼對女人好 女人應該看什麼 什麼對小孩好 小孩應該看什麼 而女性主義最後在辯清之後決定 不能再用這樣保護之名來說 因為這樣子的話是把決定的權力 放到了那些保守的法官手中 放到國家的法律手中 女性主義決定拿回來 我們自己來決定我們要看什麼 我們要接受什麼 正在請問 wondered why we're speaking about how judges would be able to say Well, whatever I think is obscene will be what I punished Also under the feminist model in a very similar way judges would be able to say Well, whatever I think subconscious aberptionate women and harm's women would be punishable and when you think about it this is directly contrary to what feminists have fought for for many years for example many conservatives would think that an unmarried woman having sex would be a harmful image for women and so women understood after much debate I think that these laws that were proposed really ultimately drew on some of the oldest and most harmful and most misogynist stereotypes about women and I think that that strategy has become a sort of testing or pilot testing for the strategies now being used regarding protection of children and the internet feminists realize that although much of commercial pornography may be sexist it is too great a price to pay for women to suppress sexual speech and eliminate the possibility of promoting sexual power for women by having more sexual speech 剛才劉教授已經提到過說法官可以任意決定什麼東西是淫秽 什麼東西是暴露 而當時女性主義反色情的視野 任意的決定了什麼東西什麼樣的影像是對女人來講是一種壓迫 是一種把女性誤化的這個作為 那這一些所謂任意的這種判定 事實上與女性主義原本的這個精神都是不合的 我們可以舉很簡單的例子 就是當時保守派的說法其實認為 如果是婚前性行為的話 那對女人非常不好 因為我們這邊好像也是這樣認為 婚前性行為對女人不利因為損失太大 所以像這樣子的一個 建基於傳統信念當中的判定 往往就會影響到了這個色情材料 是否能夠通過法官的檢查 那女性主義陣營當中也是經過了很長久的一些辯論和民心以後 才開始認識到說這些法律經常在運用的時候 是引用了在我們環境當中最保守的一些文化的成分 最保守的一些道德的成分 那這樣的一個認知後來也讓女性主義開始看到說 在用保護兒童這樣一個理由來管制言論來管制網絡的時候 其實也會同樣落入同樣的陷阱 這個陷阱就是與最保守的最傳統的最固有道德的那樣子的說法連在一塊兒 女性主義在開始認識到說 雖然說在我們周圍的影像當中 確實有很多是帶有歧視女性的意味的 可是因為這樣子就限制所有的性資訊的流通的話 是太大的一個代價 因為至少性資訊的流通有一個可能是可以提供女人有機會 透過這樣子一個方式來得到她們的力量 能夠在這過程當中賠力壯大 所以,現在的強制之間的做法 是用女性的力量有像是提供女性所説 對增加生懲諷的強制性的 תא 而且,並且這次發生的資訊 have been 這次變成的改變的 變成的食物的使用女性作用女性作用女性作用 所以,這個提供女性作用問題 形成的作用語 the same lessons that we learned in the discussion over women and sexual speech. One of those lessons is that the idea of sexual speech is not a category of harmful speech. It is the wrong category. Sexual speech encompasses many things. It is like the category of political speech or social speech or any other broad category. We have blinders on so often because of sex negativity and we think that sexual speech somehow is less legitimate than political speech. But it isn't.It is a form of political speech. I do not mean to give you a definition of the speech.